es 好了 guys 歡迎回到ROCK頻道 緊接著上一期影片的內容 分享一下 開年以來 我收到的24春夏的一些新款 以及我年前海淘 但是年后才收到的一些单品 2024一月份开年到现在呢 中间虽然经历了春节 前前后后可能由于发布新品的一些节奏 可能海内外会不太一样 所以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工作 导致我被迫需要打乱我的视频更新的节奏 然后去临时外出去进行这样的工作 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 影片更新的节奏还不是特别稳定 大家稍微见谅一下 顺序就按照我自己收到的先用顺序 首先是第一双鞋子 来自Vans OTW的一双联名款 鞋盒是这样子 我可以看到这一边 你应该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鞋子了 我们还是看一下鞋子本身 这一双橙色的应该可以说叫全新的款式吧 我一开始看到产品图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普通的鞋子把它裁了重新结构 又合在一起 结果发现不是 到手之后我才明白它是四个不同的鞋款 拼在一起 四个鞋款是这样的 那么新诞生的这个鞋款呢 他们有个新名字叫做Clash the War 来自洛杉矶的艺术家Durling Ruby 在去年Vans当时就公布了说 我们取消了Valt 然后把它改成了OTW 以及后来的安娜海姆和Valt OG 这个线合并 或者说叫我也不知道怎么进化吧 反正就变成了现在的Premium系列 其实这样的改动对于Vans这种品牌来说 可能现在也算是有威就有机 希望他们这个改动 能对他们品牌后续有一定的帮助和提升 当然我个人来讲 我日常还是挺想念Valt这个系列 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用一个更开放的心态 去接受一些新事物吧 练就虽然不是特别坏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感觉 不应该就直接一棍子打死 大家再看看他们后续会有什么更多的花样出来 我还是比较期待的 当时宣布完这个消息之后呢 其实没多久我就看到 Sun Ruby他们的工作室 就是这个SR Studio呢 出了一部分的这一个鞋款的预览版 它是一个纯白做就弄脏 弄得很夸张的一个表现形式 然后那一个版本其实我不确定它到底是量产 还只是说是一个概念化的展现 只是那一个印象确实我还挺深的 不过我也没有想到 他们会拿这双鞋作为OTW的第一双联名款 然后把它改成了全荧光层 他们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全荧光绿的版本 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极端非常的艳 其实第一眼我看到会觉得 哇这个颜色亮到刺眼的感觉 我有点难以驾驭 不过实际时候我发现其实也还好 他们的表面其实有一点点微微的 像是胶质或者说是土料的感觉 在这个帆布面上它穿久了会有点旧化的感觉 并且它其实肉眼看上去会有点泛灰泛白 它并不是很鲜艳的荧光场的感觉 当然胶质的位置这个没得说 它还刷了亮漆 对比还是挺强烈的 那整个鞋的颜值呢 我觉得比较的跳跃或者说偏极端一点 但是他们的脚感呢 确实全系列来讲 即便拿过往的款式对比 拿那些Pro Skate的系列来对比呢 脚感都不输 他们这一次是有一个新版的鞋垫 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包括后续大家可以在Premium系列也能看到这个鞋垫 估计现在应该也能有了 鞋垫上面呢还是有双方联名的logo 这个鞋垫它们目前好像叫做Solarform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泡棉 区别于之前的那些缓震回弹或者Pro Skate系列 它是有点软中带韧性的感觉 摁下去呢是越摁越有弹性那种 我不清楚这样比喻对不对 像是比较好的这种乳胶枕 然后它还有一个根据不同区域 有类似压力分布 又是VEST招牌格纹的这样一个纹路变化 这个弹性还是蛮好的 而且它这整个全掌贴皮的皮质也是很漂亮的 质感上我觉得没得说 鞋垫本身哪怕鞋子真的穿旧了穿报废了 或者你是不要了的话 这个鞋垫我都会留着的 在之前跟各位分享的他们那个TDC TOKYO DESIGN COLLECTIV系列不太一样 这一个OTW系列我感觉它更加偏向于实验的感觉 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会更加在风格上也好 在实际的做工或者说呈现出来效果也好 会更加有点挑战性的 它会给人一种不容商量的感觉 像它这个鞋盒里面呢 除了一张满硬的衬纸之外 也没有给备用鞋带 那看一下上脚效果 这张鞋之前其实我也已经拍过一部分的图片 当时时间不太够就没有外出拍摄 上脚效果还不错 视频的鞋来讲呢 它几个缝纫的位置 你并不会在鞋内感觉得到 它其实做工做的还是不错的 并且它外表看起来 虽然说好像缝得很直接 鞋的感觉 但其实它鞋底是一体的 这个胶融合的位置呢 只是做给你看的样子 不是真的把鞋底也切开中心拼了 脚感还是比较保证它的整体性 对了刚刚跟各位提到 阿娜海姆以及Valve OG等等这些系列 我之前还收到他们一个 阿娜海姆的纪念算理盒 好像还没有在我频道内分享过 它是一个这样的盒子 就是一个关于他们阿娜海姆工厂的介绍 打开有一些阿娜海姆工厂的剪影 然后里面是一本小册子 是一个印字纸质封面的书本 下半部分是有亮面油墨印刷的格纹 然后拿开底部就是一堆阿娜海姆 以及Valve 招牌的一些图案的冰箱贴 这一个我真的很喜欢 我现在还没有舍得拿出来用 还挺漂亮的 然后这本册子是中文印刷 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有全语言的版本 里面就介绍了一些 阿娜海姆合作艺术家的联名款 以及他们的一些采访访谈什么的 这本蛮不错的册子 这个我不太清楚它有没有售卖 或者说你们能在哪里找到 因为这也不是太新的东西 美老师也在这里 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礼盒 之前忘记分享 所以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后还有两张大贴纸 对我来讲纪念衣还是蛮不错的 我挺喜欢他们这种周边设计 OK 让他们这大概就是Vans 第一双OTW联名鞋款 其实我之前顺路经过Vans店铺 我还看到了OTW第一双 不是联名的鞋款 就是整个OTW第一双鞋 有V底的Half Cap 这Half Cap其实我看到了 我第一眼还觉得 怎么又好看又有点怪怪的感觉 这一个V底的外底 好像是我之前没有看过的 我实际在店里面试穿了一下 我觉得脚感还是OK的 比起普通版的Half Cap来讲 增高了一些 因为我当时没有抽鞋垫出来看 跟旧款Half Cap是不是一样的配置 所以我这个不敢确定是同样配置 还是说他们在OTW这方面 已经全线采用了新的鞋垫 那我在店里面看到的 有纯黑纯白 以及一个绿底配黄鞋深的配色 我觉得都蛮好看 有各自不同的味道 并且它配置也还OK 配了Virium X S-Track的配方 鞋的售价好像是一千零几十块 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 如果它能够遇上一些什么活动 降到三位数的话 那就还挺像的 毕竟是V底嘛 OK 那么大概这就是一些 关于Vance以及OTW 这一个新系列的一些分享 那也希望OTW by Vance这条线呢 能够在后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OK 第二双鞋款了 是我年前海淘的一双靴子 早几天有在部分社交平台发过 所以各位可能有些人也知道 就来自Office & Creative的这一双靴子了 盒子很大 底部还有点小硬质 打开鞋盒看一下 里面还有一个装鞋的袋子 是有点棉麻质感的 蛮透的 鞋子呢就是一双纯黑反毛皮的 他们这个系列叫Iconic 然后我这个是003的型号 Iconic这个系列一共有001到006 6个型号 基本上都是这一种鞋底 只是鞋身设计会有些许不一样 我最早看上Iconic 003这个鞋型呢 其实我喜欢是它光面皮的版本 但是实际上我想买的时候呢 想要的黑色光面皮 没有我自己的码数了 所以我就买了反毛皮的黑色 实际到手呢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不过我等了蛮久 大概有一个半月 可能中间隔了一个春节吧 实际收到的话 我觉得还是OK满意的 毕竟我也是在打折的时候入的 是在SS买的 然后通过海淘软件去中转了一下 不过实际上到手之后有一个乌龙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各位说一下 毕竟海淘是有一定的风险 Mind啊Misport等等这些海外的海淘软件呢 他们一般都不太 愿意设置一个专门的入口 给顾客去做退换 一般都是离贵不退不换的这样的政策 或者说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话 你可以通过邮件去联系 但是这样效率很低 不像我们国内的齐天无理由 当然我觉得换个角度 这样对商家来说其实也是挺省事的 当然这个靴子 其实也算是我没有试过就忙买的款式了 因为在这一边专柜其实不太多 我记得好像只有老婆也有 但是这一个款式呢 不是每一个专柜都有 所以我就还是直接海淘蒙买 首先说码数 质疑肯定是没有问题 对于我平时 骚扰穿42或42.5的话呢 前面其实留有的空位 基本上跟骚扰差不太多 当然靴子这个类型 你不能拿运动鞋 1比1的去折算码数 靴型大部分来讲 或者说这种类型的鞋呢 一般都是买小或者买正常标准 不要买大 它本来就会遇大一点 尤其是这种老牌的欧洲制鞋的这种做法 他们的鞋楦都是收藏的 这双鞋我穿的话 我不会觉得它挤了 当然这个牌子除了名鞋楦就瘦 不过这双鞋呢算是比较源头的款式 它整个楦型其实还是OK 能好兼容到一部分亚洲脚型 只好我的脚比较瘦 我不会觉得它有任何挤压感 只是在里面呢 你的脚想要这样的活动也是不太可能的 这有一个不小的乌龙 就是左右脚它硬的码数不一样 一支是40一支是41 反正刚发现左右脚码数不一样这个时候 我还有点生气 就怎么会给我遇上这样的问题 就买鞋那么多年 所以我当时第一时间 我就只能往我上一层去追溯海淘X 那边其实第一时间反馈 我觉得有点搞笑 他就说那我给你补偿一个10美元现金 有没有搞错 就是对比这双鞋本身的价值来讲 即便它打骨折 给一个10块钱也是有点过分的吧 因为我还看到这个问题 也不是由我一个人遇到 有一些更无厘头的情况是 收到之后发现是两只左脚 那个我觉得还是更惨一点的对比来讲 那当时我也就是没有同意 但我也持续跟他沟通 这个问题其实不算特别小 如果真的左右鸳鸯脚的话 这个鞋不仅仅是影响日常穿着 反而还会影响它后续的价值 如果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穿 想要转手的话 都不太可能转得掉 持续跟他们沟通同时 那我自己也在真正的去试 看这个鞋还没有一些别的问题 后来我又发现 两只脚的鞋底 马术又是一样的 这就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比一下 可以看一下两只脚 上面硬的都是41 然后这一个41呢 跟鞋盒上的标签 也是能对得上的 然后两只脚 外底的纹路对上来后跟到前掌 差一点点 一两毫米的差别不算特别大 我实际上试穿了小半天 发现好像并没有说令我特别不试 不太能感觉到马术差异 我觉得可能啊 厂家装配的过程中 是硬字硬错了 所以我就行吧好啊 我觉得也能留着穿 我也持续跟海涛平在这边沟通了 他们后来也提升了补偿的额度 以及增加了一些代金券 我觉得OK吧 那就先这样接受好了 这样写回来一些故事 提醒一下各位海涛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尤其是这种手工参与度更高的一些品牌 谨慎 那么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双鞋子上脚的一些效果 和我穿着的感受 大家也知道我平时是一个穿运动鞋 多过穿靴子的人 我真的很少买靴子 倒不是因为我没穿过 就是因为我中学或者说大学时期 穿过几张靴子 真的被靴子搞怕了 首先一个就是在广东生活呢 其实靴子这样的东西本来就是挺鸡肋的 第一就是闷脚 可能那时候也没那么懂 不太知道怎样去挑 只是为了外观或者说颜值啊 设计啊这些去买一个款式的鞋回来 好不好穿完全不在乎 所以说石头底的靴子穿了好几双 真的是被搞怕的到 后来穿了很多的运动鞋 慢跑鞋之后就觉得有这么好的脚岗 为什么还要穿那些硬邦邦的靴子呢 就差不多十年没有买过靴子 看这个颜值呢 其实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我一直都挺喜欢拉链 在前面设计的这样的半筒靴 那么正好又遇上有我的码数 加上颜色我OK 是黑色我喜欢 因为我可能也不会持续买很多鞋子 我可能只会有一双或者两双 所以就想一个我个人认为来讲 比较适合我穿搭风格的颜色 以及材质 那么也正好网站上有打折 我实际入手的价格呢 二开多一点点我觉得还挺香的 毕竟这个设计这个用料 这种个上脚的效果 以及真的穿着上来脚感 我觉得都是能符合我预期 甚至有点超预期的 首先说一下Officine Creative 这一个品牌 你可以从它的鞋盒底部的印字也好 鞋子内侧鞋垫的印字也好 都能看到Ducadell Nord 这样的一个手工作坊 这个作坊它成立于1968年 那么实际上Officine Creative 这个品牌 单独成立的时候呢 其实是1998年 那么单独成立这个品牌之后呢 我个人觉得 它依托于原先手工作坊 这样一个优秀的产业链 优秀的资源和渠道 在基础上呢 它们可以做更多 品牌方面的一些扩展和创新 传统手工艺者 偏现代艺术进化的这种感觉 大家可以在他们官网看到 其实除了这种 包括做旧皮啊 染色皮刷色啊 或者说是一些编织纹的一些 特殊效果 特别处理的款式之外呢 它们还有挺多 挺日常的鞋款 就真的很适合上班族去穿 包括其实我在国内 社会平台去刷的时候 大多数在讲 Offic这个品牌的帖子 基本上还都是一些上班族 或者说是一些商务人士在分享 类似乐服鞋 类似Chelsea 或者一些传统的地方得比等等的 这一些很日常的鞋款 而偏向于 时装方面的风格更强烈一些的款式呢 反而倒是比较少见到有人分享 当然也有啊 这些玩家同时可能还在玩 瑰迪啊 CCP啊 MACORSA LEV啊 等等啊这些更加先锋工匠 或者说是小众的一些 high end一点的时装品牌的薛款 所以我觉得这个牌子 它们出的东西呢 能够在保证 大部分旋型都适合普通人日常穿着 脚感上也能够有一定的保证 它们还有一些款式 能够更加好的去表达你的时尚品味 个人风格 这个鞋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拿到手就觉得用料真不错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它整体外层的这一个反毛皮 我叫绒面隔 你的手指触摸上去 会有一种丝绒般的感觉 带点微微的阻力 不会那么轻易的让你的手指滑过 但是你刷上去的时候呢 又感觉到很软很丝滑 虽然我没有买到光面皮的版本 光面皮当然保养起来可能也会比 绒面隔稍微繁琐一些 我觉得这一个对我来讲会更加省心 当然在广东 可能我平时穿的吃水不会太多 一年可能穿一个月不到 那么内侧它的皮会更加的柔软 不过它们官网的介绍 并没有说 哪个区域用的是哪一种皮 这样子 它们就只是一个很简单粗暴的 Leader 我自己摸到的感觉 里面会更像一些 小牛皮或小羊皮 那种特别薄特别软的 但是又很有韧性 手摸上去它是软软糯糯 整个可以开花一样的把它翻开 翻下来 然后内侧的鞋垫呢 它们也是在贴皮的基础上 里面有一层薄薄的 类似Orthelite抗菌海绵鞋垫的 那种缓震棉 还是有考虑到一定程度的穿着舒适性 包括鞋垫 它也是有部分前后掌 前掌的话 是一个更加偏硬质的植油葛 它的内侧有一条拉链 这个拉链是真正能够帮助你穿脱这款鞋的 然后正面的这一个拉链 调节松紧度 当然你要脱鞋的话 我还是建议两条拉链都打开 这双鞋软的部分非常软 但是该有的保护包裹呢 都是一点不含糊 后跟前掌 这位置都是很硬质的一个支撑 整双鞋子的形态 我里面也没有塞任何的鞋层 纸我已经拿出来了 就很能挺得住很漂亮 反正我吐槽一下这个鞋底 它这个叫Genial Rubber 没有觉得很Genial的感觉 你看上面那么多孔洞 不过实际上脚感还OK啦 看起来有点Vibrant或者登山感觉 但实际上你看它好像也不太有功能性 真实穿着它走了一下在户外 我觉得OK的 它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种 或者说我以前被折磨的那些靴子 那么硬那么不跟脚 它硬的来 其实还是蛮有行走过程中受力的滚动感 因为你可以看它整个鞋底 也是有点微微上翘在鞋头上 虽然它中间呢 足弓这个位置是悬空的 但是你可以忽略不计这个位置 因为它后跟加厚了很多 整个后跟着地的时候 你是能感受到一点点微微的支撑和承托感 不会说邦一下 好像鞋底跟地面在敲打你的脚后跟 如果习惯的话 我甚至可以做到穿着它走路 不发出太大的声音 脚感还是蛮出乎我意料的 至少这个靴子来讲 我不会在上脚的时候觉得 哪里顶着我不舒服 或者哪里一定要抹起个泡来去适应它 当然仅限于我自己的脚型 以及零零三这一个鞋款 其他的鞋款是否跟脚这一个 还是因人而异啊 我不敢说的很准 其实当时我在买这个鞋子 算是有点冲冲消费吧 同时其实我在看的款式 这品牌呢有好几对啊 柜底有两双 一个是跟Non-native 联名的那个Big Daddy Shoe 那个就挺夸张的 厚底大头鞋舌会更加长一些 跟这双鞋蛮像的 但是当时没有我的码数 并且我觉得那双鞋 可能也是有点太夸张 而且一定要等 再来就是另一双795VN 它是挪威缝 VN就是挪威缝 V只是普通的固特翼 同时我也另外再看了 还有一双是VS01 这双鞋好像是被誉为 打引号最舒服的硅底 因为它是用了V底 然后它的这个底呢 其实跟我之前分享的那一双 小鞋的Shoot 001 好像是同一款底啊 包括实际的使用那一款工膜的靴型呢 其实其他品牌有在用 用的也不少 我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想买了 所以就最终还是选了这个 当然也是因为价格因素 这个确实是最香的那一款 OCJ这个品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不错 我还蛮推荐的 它们除了有日常取向的鞋子 以及偏时尚取向的鞋子之外 还有一些质感挺出众的包包 男包女包都有 当然包款这个类型呢 我是没有接触过OCJ品牌 实物包款 它到底做的怎么样子 只是在他们官网看图片 我觉得质感不错啊 机会能够在实际接触一下原价的话 也不能说很香 但是如果各位有遇到折扣 正好你又喜欢的话 你可能多了解一下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整个上层效果 或者说我这一身穿搭的一些单品 这一身穿搭 是我在下单这个鞋子的那一刻 我就已经想到要这样穿了 只是广州这边的天气 前阵子只冷时热变化莫测 我也是抓紧遇到一小点窗口期 能穿一下这样厚重一点点的穿搭造型 赶紧穿一下拍一下 因为我知道过了这阵子 可能再想这样子穿 你就要等下一个冬天了 那裤子呢是我最近还蛮常穿的 Veliz El Cambray 牛仔裤 之前跟各位分享过了 外面的风衣呢 是20年冬天的一件羊毛大衣 这件大衣我之前没有在影片怎么分享过 因为当时我收到的时候呢 已经是春节后了 只能拍一下然后收起来 然后过后也没有太多机会穿 我还是挺喜欢这件大衣的 因为我这类型的单品在广东不太用得上 所以我没有用我太多 这是我维数不多的羊毛大衣了 它整个款式设计呢 其实也有一点二战菌大衣的感觉 但同时它有一些现代化改变 并且它整个用料都特别的重 整体上升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我还是挺满意 墨镜就是早阵子跟各位分享的 来自Fortnite F08S 脖子上的挂饰呢 来自Good at Hollywood 和Tone Customer 联名 登山层挂椎 卫衣是我现在正在穿的这一件 Rebuilt by Needles 的一个 Five Cut 的卫衣 他们时不时会就会出这个 Rebuilt by Needles 的系列 他们会把一些旧的衣服 重新处理缝合 他们做的确实挺好看 然后这样子打横 柴片去拼的衣服呢 宽一点 我不知道你觉得我穿的合不合身啦 我身上这一件码数呢 是加大XL 然后他们每一件衣服 基本上也都会只做一件 我喜欢这个图案 但这个图案它只做了加大嘛 所以我也是硬的头皮买 结果发现OK啊 穿上升也不会特别大 Needles 的这一套水洗 或者说叫Rebuilt 系列呢 其实除了我身上这一个 比较统一的灰色调系列之外 他们之前还有一些 更加换彩的效果 当然衬衫也不用说了 那个都是常规款 经常能看到 还有一些登心绒的夹克款 这个我比较少见到 然后这个衣服同时还有一条 差不多处理质感的胃裤 但是Rebuilt 系列 做的单品还蛮多的 件件效果都不同 然后整体效果大概就这样了 不知道你会给这个LOOK搭几分呢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早春了 但是拜托各位 就把它当成一个东西穿搭的效果吧 同时也引出我下一个LOOK 这件衣衣它整体 有五件不同的衣服拼起来 但实际上它的拼色呢 其实也就是一个不均匀的染色 扎染起来图案的那种漂洗 拨点的褪色 以及一个石膜 或者说叫磨毛处理的一片 就是大概有三四种不同的工艺 那它们互相会有一个 不同大小的码数拼接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下摆的位置呢 它其实有一些长短不移的边缘处理 包括整件衣服 不同材片之间的那种 左边线的缝合呢 它也是做的比较 简单粗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个袋鼠兜的位置 它并没有预留 你真的使用这个口袋来去插手啊 它只是一个装饰效果 所以你看到左边我只能塞一个食指 右边就塞上个手指这样子 没有办法去装东西 但这不影响它上层的效果还挺好看的 然后帽子呢 它也是有一个深浅不移的图案 上面会深色一点 然后侧面慢慢变浅下来 胸口又是一个大的扎染 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挺好看 我挺喜欢的 那么下层搭配一条裤子 是早几年 油衣裤和Gios Sander的那个 夹椎系列的一条羊毛长裤 它是70还是80的羊毛来的 不是纯羊毛 但是它整个效果 我觉得至少在城市上来讲 广东的冬天穿它也是没有问题 挺舒服的 保暖透气 同时它版型也是偏宽的 同时你的帽子呢 是毛泽哈维尔 都在早前帽子的影片中 已经跟各位分享过了 墨镜就上台影片中出现的 习近X26黄龙 这已经配好我自己的度数了 搭配的鞋子就是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双 新款 是我们3月份才发的一双XALP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以及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月新发的 不知道你喜欢哪个颜色多一点呢 其实我都喜欢这两个颜色 对于这个鞋型来讲 它们的配搭真的是很棒 首先我们来看 森卡奇的这一个颜色 在细节的位置处理上会有一些 春意盎然的小点缀 你看整双鞋呢 它其实是偏大地色系的 深褐色 浅米色 然后深灰 黑色 带一点点均绿色的指纹 不是说只在这里做了一点点 它其实整双鞋的底 都是在这一个植物面上去做的 米色皮的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均绿色的指纹 然后到深褐色皮的位置 它又是在米色皮的基础上 再叠多了一层 所以前面这一个区域呢 是这整双鞋最厚重 最结实的一个区域 那么前面这粘队鞋带孔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了粉色线条 来刺绣的 像三朵小粉花 中间鞋舌的这个位置 用了一个黑色的网面 加上一条天蓝色的织带 这个织带呢 其实还带了一条细细的粉色线 跟鞋带孔上的粉色是一样的 很漂亮 很活泼 同时也有一个 净绿色或者说叫橄榄绿色 来打底 那整个鞋子的鞋款呢 其实真的有春季牧场的感觉 XALP这个鞋的层次还是做了蛮多的 可能也是为了之前 它高帮版本原版的 那个性能居要 所设计的一个结构 这个鞋款 它本来的原型是XALP MTN 或者叫Mountain 然后Gortex 有一些没有Gortex版本 它有中帮和高帮版 我记得可能是在 617年左右才停产 最早这个鞋呢 它其实也是 是我们为了远逐 长距离徒步设计的一个鞋款 毕竟是中高帮的防水鞋嘛 它能够做一定的 重装长距离徒步 同时它会带有一点点攀岩 或者说翻越的功能 我之前也跟各位分享过 GR10K的那一双XALP 它其实外底也是一样的 包括整个XALP家族 它们都是为了碎石路 历史路等等 需要更多接触 硬质路面的场景去使用的 那么所以它在这个位置 尤其前端这边呢 它会有个小小的 Climbing Zoom 这样的字样 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鞋底 它没有做一个圆滑的过渡 而是几乎垂直90度的一个转角 这样的设计 它其实很像我们去玩攀岩 那时候穿那些攀岩鞋的鞋头 它会有一个 这不是螳螂拳 就是这样的设计 像钩子 像一个爪子的感觉 可以提供非常刁砖的 很小面积的受力点 就让你能够站在上面 站得牢 这也不是我说的 真的有人这样子用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自Climbing Gear Review 这个网站 这位老哥的一些分享 我说的是原版 中高方的那个版本 它们在B2C这个系统里面 属于B1级 B1级的靴子呢 就可以搭配C1的 冰爪来使用 靴子其实一共有B01234个等级 那冰爪一般都是C1233个等级 C1的冰爪可以兼容到B0和B1的靴款 或者说叫外鞋 那C2一般就是后面有卡位 前面是绑带这种半卡半绑冰爪 它可以兼容到B2等级的靴款 这种靴子呢 后面也有设计一个冰爪的卡槽 那么C3或者说B3的靴子呢 基本上都是我们本统上讲的高山靴 他们攀冰或者登顶的时候穿的那种 双层保暖巨大的鞋 然后那种的话 基本上都是卡式兵爪多一点 当SALP这双鞋低方化之后呢 它整个外底的整个性能感 会有一点点强过鞋身的感觉 觉得会有一点反差 毕竟它也是程式化低方化的 毕竟也去掉了Grotx这个功能之后呢 更加偏日常了一些 我收到这双鞋的时候 其实是SALMAN他们需要拍摄一部分户外场景 然后当时也联系到了 我正好是在两个工作之间的空档 所以我就抓紧几天的拍摄窗口 出去了一趟 我们去到了基隆顶 因为拍摄时间的关系呢 没有办法 有我决定说 我挑一个天气好的时候 或者说 我决定一定能出片的 这一天我才去上去拍 只能说硬个头皮上 不管那天天气怎么样 也要去拍了 因为后面还要赶紧把头片处理好 再发布出来再接着用 那么实际拍摄出来的效果呢 包括我们去到了那天的天气 大家也知道了 山顶和山脚 即便山脚下天气好 山顶天气也不一定好 这个是很难讲的 我们上山的时间差不多是10点 但是实际上开始拍摄 到达能够出片的这个地点的时候 应该是11点多了 走了一个多少时才到 路线不算特别难的 但是当天的雾特别大 所以不敢走得很快 并且我们也要一边走一边找 能够拍摄的角度 以及看看中途能不能有一些小景 能够拍摄一些鞋子功能性 或者说为了我自己拍视频 准备一些素材 所以我们走得不是特别快 那么实际上到了 我觉得能出片的地方发现雾大的有点离谱 当时也是接近中午了 我还想着会不会中午了 太阳可能会出来更多 气温高一点雾会散 其实并没有 那也只能硬着头皮拍 并且雾大到就已经开始 全身凝水珠甚至是钓鱼点 但那不是雨就是雾太大的关系 能见度有时候浓的时候 可能不到20米 那有时候风吹吹 可能也就能看到个五六十米 也不会再远了 所以就还是硬着头皮拍吧 不过实际上还好 我大家可以看到我贴一些图片 这里拍摄的效果还是比较OK的 至少也能够再保证 跟之前The Broken Up 他们的那一双 XD Selfage 那个蓝色以及红色的联名款 能够有相似的视觉表达的方向 不会说因为这是谱款 所以要做另外一种味道出来 视觉上的话 我觉得还是保持统一性 这样对鞋款的诠释 也会更加得当 毕竟联名款的作用就在这里 前面需要确定这款鞋子的风格 和它的整个时尚属性 然后铺款就是用来给更多人 能够接触到这款鞋子的一个机会 这地方我觉得还挺不错 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然后这整组图片呢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可以 在我们公众号上看到了 整双鞋的配置 其实我觉得还是OK够用的 至少我在这样的环境走下来一圈发现 这双鞋比我想象中抓地要抓得好 它更加适合石板路面 或者说硬质路面 同时不会因为下雨天 雾气很大 路边的泥泥而抓不住地 这双鞋的材质搭配 它的配置选择 丰富的来同时也是比较好打理的 这一个反毛绒的位置 前后后跟 以及中间这一条 它们整个质感都是很好打理的 这双鞋就是我传去户外的那一双 我回来已经刷干净了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像九星 在这个皮质你就是放心去刷它都没有问题 但是织物的位置呢 肯定是没有皮质那么好打理 它会比较容易吸污水 但是如果你不是脏了液体进去的话 也不用太担心弄脏了 所以整双鞋我觉得还是更加适合城市穿着的 就你买双鞋回家呢 不需要供着它 不需要小心翼翼的去对待它 这双鞋超穿就可以了 而且它整个包胶 防护性也很好包得很高 视觉效果呢我是挺喜欢的 同时它的鞋舌也是左右固定好的 而且它的固定位置呢也是用了一部分的 织物加皮革组合的方式 整个质感以及它使用上牢靠程度都是有保证 接下来就是如果你买这双鞋 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首先就是大家要知道这一个鞋款呢 它是从高帮改成低帮的鞋款 所以它整个鞋口的设计呢 它不是一个原生的低帮鞋 在你收到鞋子的时候 它的鞋带孔穿的是这一个孔 实际上穿进去的话 你会觉得有点不太跟脚 因为它原来是高帮的话呢 它主要固定的位置会在脚踝以上的位置 这个位置去收紧 但现在这个位置没有掉了 所以你要在收到鞋子的时候呢 记得把所有的鞋带全部都重新拉紧一遍 它的这一个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们三个眼是独立的 这个位置是切割开的 这里可以非常灵活地去调整前掌这一段 以及后掌不同的这个拉力程度 你放心地去用力拉它 你把它拉紧一点它会更好穿 然后就是鞋口的这个位置 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要想它穿的跟脚穿的舒服 脚后跟这个位置 能完全兜得住你的脚的话呢 这个鞋带孔一定不要放过它 一定要把它穿进去 这样子拉紧的话 它整个鞋口固定的程度呢 至少对于我的脚型来讲 才能达到我的要求 或者说我舒适的状态 因为它整个鞋 鞋帮这一圈甜棉 它其实是足够肥的 它能包裹得住你的脚踝 你的后跟你的踝骨 都是裹得很舒服 但是就是这个鞋口的位置呢 大家记得稍微往下压一压 这样子穿着起来 整个感受会提升很多 我个人感觉了 这一个鞋子低帮化之后 它整个效果 或者说它性能设计呢 会更加讨大体重人群的喜欢 或者说是脚比较肉 腿比较粗的 你穿着上鞋 会觉得特别稳 特别舒服 首先当然得益于 它这个Edging Chassis的设计了 下一个就是它旋 偏宽一点点 同时它鞋口也比较够大 它整个缓震泡棉的配方 是比较偏硬的那种 我的手指用力摁下去都不太有回弹的感觉 当然它也比较有韧性了 这样子弯折的程度也不是很大 包括它如果没有Gordens这个配方 其实你夏天穿也不会说特别闷脚了 材质也是比较天然的 都是织物和皮质 又好打理 对吧 我觉得还是比较没得挑的 当然目前呢 普款只出了这两个颜色 我还挺期待他们后面 会不会有更多这款鞋其他配色的 这个鞋的材质 还挺适合各种不同颜色组合在一起的 尤其是它这个大的包胶 我是挺喜欢白色这种 中底和外底的包胶融成一体的这种设计很漂亮 尤其是鞋头这一点翘起来的感觉 那么除此之外就没有太多要注意的细节了 那么同时还有另外一个 我个人觉得会更加适合都市的配色 就是这颜色真的是很漂亮很鲜很清新的感觉 然后它的配色逻辑跟刚刚这双也是一样的 不过就没有那么多不同区域 使用不同材质和配色的搭配了 它基本上就是两个主色白色和米色 米色皮的这个位置呢 这边也是整双鞋以白色织物为底 上面贴了一层米色皮 然后鞋头是第二层就两层米色皮 然后这边三对鞋带孔 这个刺绣是用了亮黄色 不硬回这条织带黑底黄线 有点小密封的感觉 然后鞋带也是一个白底带黄色条纹的编织鞋带 这鞋带呢大家也知道 圆筒鞋带都会比较的容易滑 我自己会绑两次这个解 它会更加牢靠一些 然后它整个鞋舌甜棉呢是有一定厚度 棉的不会说特别厚 清在你的鞋内空间 但是不会说太薄 绑紧鞋带之后会勒着脚被疼 它的甜棉程度刚刚好 我觉得很舒服 然后这个位置在内侧 有一些软软的这种类似 超纤纤维葛的这个材质 很亲肤 哪怕你穿低帮袜子 也不会说觉得磨脚 然后它鞋舌上面这个两个小牙齿 这个缺脚我很喜欢这个小设计 后跟的提环也是我很喜欢的设计 这个在高帮鞋上面呢 它会做的更加高更加大一点 这个顶多就是一个装置作用 因为这双鞋整个后跟的这一块呢 固定的基本上是比较紧比较硬的 其实提不提这个穿着的话 都没有太大影响 那么鞋里也是依然是这样子了 对了刚刚忘记跟各位说 这双鞋的Edging Chassis 这一个设计就是能够让你在 横向的抓地力和稳定性上 有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你可以看到前掌的这个位置 一直包上来 足弓的位置包上来 后跟的位置包上来 内外都一样 它有几个向上顶起的这种 侧向受力的点 所以你这双鞋在左右横移的方向 会很稳定 同时不影响你前后移动 这一个受力的方向 行走的话还是很舒服的 这双鞋你也看到 我基本上用力把鞋头 鞋后跟向中间挤压 它都不太容易变形 我看到他们这双鞋的 城市内部的搭配 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 裤子呢 是我这次跟NITOS一件 唯一一同海淘 采收到的一条 SGR10K比较招牌的Ark Pants 他们最大的设计特点 就是膝盖这个位置的鼓起 好像一个弓形顶出来 然后这条裤子是一个 可水洗羊毛的材质 这材质呢 我之前还没怎么看到过 因为JR10K这个裤型 其实我老早就关注到了 他们当时好像只有一个 三层Gortex的版本 我觉得哇 好像没有必要 从事穿一个三层Gortex 悶死了 而且当时也没那么好买到 所以就也没有替大家兴趣 最近才看到 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材质的版本 然后这材质 我现在查了一下 它来自Titanis 这一个纺织品公司 它不是JR10K 自有的一个面料 这公司的可水洗羊毛材质 也是至少在他们公司 官方的资讯来看 应该是21年左右 出现的一个材料 拿到手的时候 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特别 我感觉就是有点像 有几十年前 家里面会买回来 做衣服的时候 那种布料 像的确凉什么之类的 这种 而且还挺透的 夏天穿很舒服 这一个面料 毕竟是纯羊毛 它有羊毛的垂坠感 有羊毛的光泽度 同时它也是百分百可水洗 但我也还没水洗过 至少买回来到现在 我也还没弄脏它 然后这条裤子 它有一个弹力摇头 这个摇头前面有一个 快开扣是这样的插扣 然后打开是外面一个扭扣 里面一个扭扣 然后它的所有缝线 内部缝线都是有压胶的 不过这个压胶的水平嘛 就我个人觉得 不能说做的很仔细 但是起码也给你压上了 关系扭吧的 但是它有 然后这条裤子 它没有太多口袋 只有后臀部右侧的一个口袋 两侧的拉链是完全通的 当然这条裤子 其实不拉开拉链穿我觉得都挺帅的 你想要拉开穿的话 你也考虑一下 你的鞋子是否能够撑得起 它拉开时候这个裤脚的维度 因为它整个裤子还挺肥挺大的 对他们官网介绍 这条裤子它的原型是00年代左右的一条军用造裤 那么他们这条裤子 其实也算是军亚天可以比较当家的一个款式了 迭代了很多次啊 也做了蛮多的计 现在还有一个七分裤 版本我记得就是刚过膝盖的 长裤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点 而且这个材质我也没接触过 好像他们用这个材质还做了一件外套也挺帅的 不过我买的时候就没有看到有货 我只是看到这条裤子 正好有我的马术 我这条是46马 然后我穿的话呢 这条卡列带稍微拉紧一点就能穿 然后它也不会觉得说太紧或者说太松 挺刚好的 然后它这个后腰的位置还有一点上翘的设计 整个版型呢 GT10K来讲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 算是他们比较招牌和当家的 拿手的一些技术 都在这条裤子上有 这条裤子我实际入手价格是1000多一点 我觉得特别像 很喜欢最近都挺爱穿的 那么上绳的衣服呢 其实也是之前跟各位分享过很多次 然后基本上也是我这个季节会首选的一个搭配 虽然不是什么新款 可能各位也不一定买的到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首先里面那件黑色毛衣呢 是来自Nosekin的纸品牌 Intromission 他们当时出了一件有点破坏效果的拉链毛衣 破坏效果主要是集中在它的袖口和下摆 会有这样的一个不规则的边缘 这个下摆也是 然后拉链也是双头拉链 上下半开一点点呢 我觉得还挺有一个饰品的感觉 再搭配外面这件水洗的一件薄夹克 这件夹克成衣水洗的效果呢 是我挺喜欢的这种做就灰的感觉 并且它也够薄 单独穿或者说叠穿 都不会太影响我的体感温度 同时它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很帅气的效果 斜拉链可以达到一边利领一边翻领的感觉 非常好看 那么搭配小胯薄就是前一阵子 胡胡同叶出的那一个胸膀 十股鸟 画面上这个是斜胯薄的状态 然后眼镜还是刚刚那一副 Honice头上的发带 就我现在戴着一个诺勒的毛鸟雾发带 整个效果大概就这样子了 我个人觉得大概是挺舒服的一套春季穿搭 不管是单品的风格 还是它们实际的材质和层叠搭配 以及表现出来的温度效果 都是挺适合现在这一个天气穿 当然你看到影片的时候 可能天气又变化了 这个天气琢磨不定 大家还是穿衣服的时候尽量别偷懒 勤增俭 多叠穿 洋葱式穿法还是不会错的 OK 那大概就是今天这条影片 想跟各位分享的一些单品的 东西略多 讲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完整 如果你还有一些疑问 或者说我没听到点的话 欢迎你评论或者单目再问我 如果你觉得它不错的订阅帮助的话 希望你给我一点三连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一定要点击订阅 那我说我们下载吧 如果各位也想去看花的话 这地方我觉得还挺不错 挺值得去看一看的 现在在去这个阳村基隆顶的路上 就是为了拍摄这双鞋子的一些照片 在这种路上开了快一个小时 最近的季节的关系 商户特别大 还不坏 我 比我还是蛮好 但是我还是会是什么 还不到 现在真正的辣子 2万一 2万一 1万一 2万一 0 Well 1万一 2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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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fluid 2万一 3万一 1万一 5万一 2万一 2万一 做完後面 更好 一種買手 門口有賣這個老牙 一點點蠻壓扯吃的 看來的 做完 這個天氣空中的時間 这小大的乱世 这里有一个基隆顶礼宿 这里如果夏天涨水期很长 这条河泉是水的话 9点46 稍微有点迟 眼镜度感觉拍摄出来的效果 有点担忧 目前海拔 这条河泉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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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这条河泉是水 水 水